你看過最奇怪的自動販賣機是什麼呢? 日本的自動販賣機出了名的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 像是什麼烏龍麵販賣機、烤肉醬販賣機 成藥販賣機、鮮花販賣機 就連男女朋友都可用販賣機賣 最近網友發現一個相親對象販賣機 機台裡面的罐子上面 會有對象的年齡、性別等等的個資 你只要花一千日元買了之後 就可以跟仲介公司聯繫 然後實際介紹你剛剛選對象 如果雙方都覺得適合 就可以再支付一萬五千日元 跟對象相親三個小時 那用的人都是誰呢? 其中年紀最大的有72歲想要結婚的男性 而且還已經賣完了 如果是你的話 會想要試試看這樣的相親販賣機嗎? 緣分搞不好就在罐罐裡面喔!